冲刺新北选情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林嘉龙 上午跟行政院长苏贞昌 再度同台出席论坛 不过批选战林嘉龙抱怨说 借大型的场地办教室活动 全被封杀 苏贞昌也帮枪 希望地方政府可以公正办事 不要有所偏颇 另外针对蒋万安点名 行政院长苏贞昌护航禁电视 苏贞昌也回响说 NCC是独立机关 政府尊重其独立行驶职权 现在的政府 不像当年戒严时 还要去审查人民的言论思想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 蒋万安发布竞选官网 还有推出募款小物 拼选战用巧思吸引大家目光 不过近来炮国猛烈 对准中央点名行政院长苏贞昌 护航禁电视还说不必查 他还引用宋太宗16个字 批评苏贞昌骗神明的记录 是下民意虐上天赶期 所以我只是把民众的心声表达出来 但就是就是论事 NCC是独立机关 政府都尊重他独立行使职权 我讲的话清清楚楚 我们现在的政府不是像当年 戒严时代 还要去查人民的言论思想 相伟执政团对苏贞昌强硬反击 对于选举逼近 对新北选情也很关心 第四度跟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 林嘉隆同台一同出席产业创新论坛 林嘉隆要用证件争取市民认同 不过打选战行程活动多 林嘉隆就抱怨新北的大型场地申请都被封杀 选前之夜 几场黄金周的造势活动都找不到地方 还有其他很多假日的活动 室内的体育馆 有些并没有在办大型活动 所以我要拜托侯市长能够帮帮忙 希望各地方政府都能一本公正程序办理 不要因为所长自己在选举就有偏颇不公 苏贞昌一旁帮腔 喊话新北市府高台贵手不要刁难 不过侯友宜严正驳赤 新北市的公有场馆跟场地 都有相关的租借办法 发联任何单位都可以来申请 林嘉隆杠上侯友宜借场地卡不卡 也成功防话题 记者小米小学生冯浩宇众和报道 小米小学生冯浩宇众和据友宜 atas din业 亙发联蘭